第1456集 初选最大的赢家不是别人 而是芸汐预料之中的乔西敏 几乎没有任何悬念的最高分数 位居第一 出尽风头 芸汐倒是不意外 考核的时候 乔西敏的选题和回答都很中规中矩 题目呢 也没有想象中的刁钻刻意 但是因为齐思雨给了很高分 其他评委也跟着给了高分 所以分数一出来 反而让他占尽了优势 再加上乔家最近在京都的风头正盛 其他家族的千金们 为了捧好这个新上位的四大豪门千金 自然也是跟着奉承的 再怎么竞争激烈 可分数摆在那儿 只要不影响自己的利益 多个朋友总好过多个敌人 芸汐和赵雨墨是尽可能的低调 毕竟 比起乔西敏新进豪门 他们的家底 确实没有那么关心靓丽 早餐过后 酒店派遣了专车护送入选的所有民员 直达路易山庄 随情一起的 还有各个民员带过来的保镖 以及化妆团队 芸汐和赵雨墨上了车 一上车 芸汐就打开了车里的笔记本 查看起路易山庄的卫星地图 以及具体资料 尽管山庄的安保程序 看比元首级安保 可是鳄鱼最近有所动作 所以无论如何 她都得小心防范 芸汐 你看这个做什么 咱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山庄里 山庄的详细情况我跟你说啊 我去过几次 我知道里边的布置 行啊 等我到了山庄下榻以后 咱们出去逛一逛 正好熟悉一下环境 最后的评选 会由三大迷们和四大豪们的家主 还有其他几位评委评出来 所以我倒是不担心 其思雨敢光明正大的作弊 最后的评选 大家族占的比重更高 其思雨只是其中一份 她就算给她最低分 她也不至于太难看 只区别在于 能不能拿下第一名元 这个头衔而已 她若不是冲着这个头衔而去 分数高低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进了最后的宴会 该如何交际 如何扩充自己的人脉 那就要看她自己 有几分手腕了 车子停在路易山庄 停车场的时候 山顶的雪刚停没一会儿 停车场上停满了 参加宴会人员的车子 所有安保全部就位 透过车窗 芸汐看着外头浩浩荡荡的队伍 几乎每位名员 都带着四个以上的保镖 再加上跟随一起上山的化妆团队 整个停车场都快要挤不下了 一众队伍里面 唯独芸汐和赵雨莫里外 只有两个人同用一辆车上山 简单随便的不能再简单了 刚下车没一会儿 名员群里就有人在议论 你们看 是林静 真的是她 啊 没听说她也参与了评论啊 她出现在这里 应该是特邀的贵宾吧 看她手里拎着礼盒呢 应该是来送礼服的吧 少少第一夫人的手机运用设计师呢 哪位前进这么大手笔 请得动她亲自设计送上门来啊 该不会是乔小姐吧 我看她好像没有带化妆团队上来 乔欣敏听着四周的议论 抬眸看向前头站着的林静 为了今天的宴会 她特地叫父亲请了京都 数一数二的化妆团队 也早就让人预约了林静做设计 可林静一直都没有答应 临出门的时候 她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说是要给她一个惊喜 这个惊喜 该不会就是林静吧 想到有这个可能 再加上给她送礼服的人还没有到 她便先入为主地 把林静的出现当成了她的惊喜了 乔欣敏踩着高跟鞋 扬着下巴 在众多名员羡慕的目光中 朝她走了过去